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究竟什麼是牛熊市 無論是投資新手還是老手 都一定聽過牛熊市 甚至每一次市況大升或大跌的時候 都會重新反思一下究竟現在是牛市還是熊市 今集就想一錘定音給大家一個定義 牛熊市的名字究竟如何來呢 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說法 其中一個比較合理的說法 就是由於牛的眼睛永遠向上望 而且會用牛角由下而上攻擊 而紅的眼睛就永遠向下望 紅掌就會由上而下攻擊 所以牛熊市的說法就是因為這樣而來 在市場上 牛熊市沒有一個明確 而且大家有一致認同的解釋 不過我們可以將它 作為經濟面和技術面兩個方面去探討 經濟面所解釋的 其實就好像巴菲特所提倡的價值投資 對牛熊市的判斷 是出於當地國家經濟 是處於擴張還是收縮期 當經濟數據轉好 甚至是進入加息周期的時候 就是反映經濟 即是處於擴張階段 屬於牛市 而同樣 當經濟數據轉差 又或者開始減息 就是反映經濟開始進入收縮 步入紅市 從技術面去定義的話 有些人認為 從高位下跌兩成就是紅市 由低位上升超過兩成就是牛市 不過股市出現兩成的波動 都普遍常見 如果單憑波幅去定義 就很容易錯判市況 當然經濟面和技術面兩者 可以出現不同步 又或者脫勾的現象 這些落差就會形成不同人 對牛熊市不同的看法 事實上 這些都是觀點與角度 如果之後再有人問你 現在的市況究竟是牛市還是紅市 記得要分清楚 究竟是由經濟面出發 還是技術面出發 今集先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教學的話 就記得like和subscribe 下次再見